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汉天卫视华人之光节目 我是主持人黄新怡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著名的影视演员陶红女士 做客我们直播间 欢迎你陶红女士 大家好 听说你在好莱坞拍的电影获奖了 是哪一部电影获得了什么奖项呢 是我第一部参加好莱坞的电影 叫Riverance Red 它获得了DTLA的最佳故事片奖 虽然这不是一个Award Festival 但是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现在有个高外资口 这里看到新闻所 because the city will meet with Judge Colman today 所谓的父亲Charles Colman Jr. 那儿市已经被裁判了 黑暴时代谤黑暴时代谤 嗯 你为什么这么做 CJ不是一个原因 他就是我们的儿子 你不要天真的以为 你法官的衣服 却能够遮住你黑色的皮肤 你可以和我们谈一谈 当初你是怎样参演 这样一部抨击种族歧视的戏呢 我选择参演这部电影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部电影里面 有很多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 我能够有幸和他们演对手戏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也是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Ted Dix演我的 在戏里面演我的husband 然后还有John Cazette and George Lopez 他们都是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 哇 而且我们这个电影里面 就像一个international的一个大家庭一样 里面有黑人 白人 爱尔兰人 澳大利亚人 然后 只有我一个唯一的华人 参加 第二个原因呢 是 这部电影是为数不多的 描写那个抨击种族歧视的电影 我们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在美国 我觉得我应该尽一份小小的力量 来支持反对种族歧视 希望能够降低种族歧视 给每个家庭带来的伤害 好 好 好 我真的太太 这就是我的孙子 这是我的孙子 好的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如何从一个五年前刚来到美国的一个英语小白 到现在流利地用英文讲台词 并且在好莱坞电影当中担任女主角的呢 在这里呢我要分享一下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英语基础确实非常差 差到什么地步呢 基本上人家在讲英文的时候 我都没听懂第一句 第二句第三句更加就听不懂了 然后我回家很回去很努力的背了几千个单词 但发现好像一句话也开不了口 当时我非常沮丧 就觉得 我学习英语怎么会这么难 就觉得 然后 在想放弃的时候 我突然自己找到了一个 比较好的途径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英语电影 本来是有字幕的 后来我就把字幕给切掉 就一遍一遍地持续看同样一部电影 慢慢地我就发现我可以去模仿 他们其中的一个角色 有英文对白的讲话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一段对白特别快 我想要模仿的时候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要跟他说的一模一样 最多的一次大概用了 用了快两百遍 才模仿出那一段 基本上像一模一样的那种感觉 他们叫Saja Thug 告诉大家 我们的儿子是一个犯罪 他应该被杀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担心它 什么叫Saja Thug 你永远都做了 你一直做 你想得到高校的高校 除了我生病 你做了 你想得到学校 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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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承認你 如果真的想得到 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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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简单 我的姓 你的姓 小小雄 先生 我們的保障 非常感謝你 我 爭取了 我的姓 因為 在這兩年 我不斷持續地 模仿和練習 才沒有錯過了 Reverance Red这部电影的 就是当时的一个考试 对一个时机 那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非常难得能够在 我们的这个好莱坞电影当中 看到这样华裔女性的身影 那在您学习英文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就分享一个小故事吧 当时呢我报考了 PCC的一个大学 就是学习 系统的学习电影发展史 老师在上面讲课的时候 因为用英文也讲得特别快 我就很紧张在下面听 但是基本上都猜错 我也听不懂 我就很自卑 一直就是融入不到 这个同学的交流当中 但有一次有一个女同学 很友好的过来跟我说话 其他的我忘记了 但其中有一句话 她说了一个 Have a nice day 很简单的 但我一紧张我就说了Me too 对 当时的时候就很尴尬 因为旁边听到的人都在大笑嘛 当然他们很有很友善 以为我是故意的在说笑话 其实我内心知道 我的英语基础真的是太差了 我要好好努力 我一定不能再让笑话 就是这样发生 所以我觉得热爱表演的演员朋友们 应该可以大胆地到好莱坞来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像我这么基础差的人 都有机会演 你们肯定有更多的机会 我太厉害了你 你太厉害了你 你让我们比较厉害了 今天是第一天 的开始你的生意 你的生命 你和我最好的父母 那作为为数不多的这个华裔女星的话 那你是如何当时一个人闯荡好莱坞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要纠正一下 在所有的电影完成都是一个teamwork 就是我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 有这么大的本事来独闯好莱坞的 我今天能够有参演Reverance Red这部电影的机会 还是要感谢我们自己的一个团队 他们都在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帮助我 其中我要特别感谢的是 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制片人王雪红 他是一个编剧 所以在前期的选择剧本当中 他帮助了我很多很多的 他要在好几百个那个剧本大纲里面 可能选择出最适合我演出的一个电影 所以我特别感谢他 也特别感谢我们团队里 另外的几个制片人 有陈玉富博士 那个James Han 还有苏格兰的一个制片人 Jani和美国的制片人Rachel 还有一个很棒的制片人叫Lily Young 哇 这么多人 对 他们都在帮我 非常非常幸运 是的 我听说你是刚从英国拍电影回来 那这样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剧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简单剧透一下 是的 我刚从英国拍摄电影回来 这是一部心理悬疑的艺术电影 它的名字叫Cranley Gardens 具体的情节我想就先不剧透了 但是这部电影是由英国非常著名的导演 Raphael Kaplinsky指导的 这个导演去年拍摄的一部长片叫Botterfly Kisses 获得了国际上的七个大奖和十二个提名 其中有一个是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 Crystal就是那个水晶熊奖 就是最高的一个荣誉了 对 这是很著名的导演 对 很著名的导演 我也很幸运能够和这么优秀的导演合作 然后也能够很幸运和他们的 英国的一个制作团队就是伦敦电影学院 就是他们跟他们有这么一个合作的机会 我非常珍惜 对 然后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呢 是非常辛苦的 一共是90分钟130场戏 我一个人要拍128场 其中有54场是对着空气演的 就特别挑战 演得不好这个电影就完蛋了 也就是说有很多画面是你一个人的独角戏 对 基本上占了一半了 对 挑战性非常大 但也很满足我的那个 就是挑战角色的欲望 是 索性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这个电影 对 导演很有信心 可能2019年也要 也要送去很多的国际电影节参加比赛 希望能够取得一些好成绩吧 好的 对 我非常期待 好了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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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here you are EV EV Right I need to get this What's all this? What's your phone? Charging Charging?Good Well leave it there Because I allein treating my wife tonight 欢迎来到一个中国馅饭的饭 从高中的饭 别让准备你误会 那么我想知道 就是说你未来对自己的演艺生涯 有什么样的目标呢 其实每一个演员的目标 都是想拿到奥斯卡 最佳演员的那个奖项 但是呢我想现在 目前力所能及的来讲 我想还是先做好每一部电影 下一部戏我想挑战的是 拯救世界的女英雄 那你对国内外的电影行业当中 正在奋斗的青年们 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想要说的呢 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一路走过来的体会吧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要坚持在这个演艺的路上 不退缩是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可能是在等待 无望的等待 可能会浪费很多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在不断的试镜 可能都没有机会 但是我还是想告诉大家 我能够有这些机会的原因是 我一直在坚持朝自己设定的目标努力 一边学习一边努力 不怕鼓勃 我相信只要坚持 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那你是如何看待中国电影能够走向世界 能够走向奥斯卡呢 我还是想说一下 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我想中国的电影要想走向国际 走向好莱坞拿到奥斯卡 我想还是要改变一下的叙述方式 就是外国人可能看不懂 中国式的叙述的电影情节 只要能够找到这个共同点 我觉得是能够做出中西方文化都能接受的电影 举个例子 在1987年的末代皇帝 这个电影非常成功 我记得当时好像拿到了八个奥斯卡的大奖 为什么能拿到这个大奖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 他用的是美国的导演 美国的编剧 用美国人的视角和叙述手法 在描写了中国的历史故事 当时是非常成功的 我记得好像这部电影 在美国就带来了4700多万美元的票房记录 就是这是纯收入 就是利润的收入 所以我想只要做一部中西方文化都接受的好电影 还是能够在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都能够大放光彩 是的 我们只有不断地做这些优秀的作品 才能够有机会 进军好莱坞的奥斯卡 那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更多像您这样优秀的华人演员 能够走进好莱坞 能够拿到奥斯卡的奖项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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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 没有 我 有很多在我的心里 没关系我多多责任 你会在每个月的一项 你会在每个月的一项 我知道 因为我能让你尝尝 你会尝尝 你会尝尝 是他其他信息? 是他CJ?是他有個可以? 他是你小子的手 是你那位, baby 欸,你 欸,你那裡 那是我們來的,是不是? 欸,媽 欸,寶貞 我愛你 早上,早上 謝謝你很快 讓我 raid你家庭 甚至沒人家的暗日 欸,你 我远远远,我必须去 好,再见 妈 酷的 这不是酷的,妈 晚上七 再见 那您现在对国内外这些 分带在一线的年轻的演员们 有什么样的好的想法 或者是说想对他们想说的吗 我就分享一下 我就一路走过来的一些心得体会 做好一个好演员是很不容易的 要不怕苦,不怕累 但是呢 我不建议大家就是说 总想着混圈子,攀关系 走捷径 我觉得那个是行不通的 在好莱坞也好 在欧洲做电影也好 都需要凭真本事 要提高自己的素质 提高自己的演技 当然要提高语言能力 坚持不懈的努力 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 只要坚持,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会站在最亮的地方 活成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没错 谢谢桃红 谢谢给我们青年的演员们 一些好的这个建议 希望他们在以后的演艺生涯的道路上 能够发挥他们更大的特长 谢谢 那我想知道你对未来演艺生涯的目标是什么呢 作为一名中国女演员 我想做更多的优秀作品 能够提高中国女演员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地位 然后呢 和我的团队继续探索一些能够成功的道路 你知道在中国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优秀的演员的 只是他们没有平台 也没有机会来参加好莱坞的这些影片的演出 我想等以后我们有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然后有这些平台 可以介绍给中国很多优秀的演员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到好莱坞来参与各种影片的演出 让他们也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 是的 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华人演员在好莱坞能够接拍更多的戏 看到他们的身影 一定会的 像我基础这么差的人都有机会 那些优秀的演员们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的 我相信 希望越来越多的像您这样优秀的演员走进好莱坞 非常感谢陶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谢谢 我已经辞职了 好 我们都能够活着我的职业 你也要辞掉 我还能辞职 可以 你还要去为他们工作吗 他们都杀了我们的儿子 掉ation Eve I've worked too hard I'm the only black judge this town has ever seen If I quit they'd win 这个 这不是赢的问题 这个是已经杀人的问题 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故事 借口一个借着一借口 一年拖着一年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丑丑 Do you think I don't care? Do you think I don't care? I get sick to my stomach Like literally sick Every time I turn on the TV And see another black boy killed It makes me But then I remember I came from the streets And I said I can't I'm a judge now I have to be different I have to do my job better I have to make them see me I can't quit I have to be different CJ was different 他那天开着你的车 但是被你们部门的人去杀了 就像外面的那小孩子一样 没有什么不同的 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都不知道谁杀了他 有什么不同的 你难道还要去给他们工作 那就恭喜你了 你不一定要去 你不认为我的 像中文人 你不认为我的 我后来 你不认为我的 你不认为我 他被受制作 的